2022年10月17号下午收盘了 下午大盘走得真不错 下午大盘一路啊 这就属于一个震荡上行 但今天盘面上有两大特征需要跟大家特殊强调 第一点分化加剧 瞧见没大盘古和小盘古 而且大盘古内部之间也在分化 你举于说像这个喝酒和吃药 本身他们两个是一条线都是属于大消费 而且也通属于这个北上资金的范畴 但是今天出现了严重分化 酒跌了要涨了 那另一样就是内部大盘古小盘古 现在呢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就是大盘古现在明显是一个压盘的动作 这个就是叫结构性的分化 那么结构性分化未来会怎样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就强调了 这样呢由于结构分化 大盘古主动性压盘 那么小盘古上涨 这相当于大盘古搭了个台子 小盘古唱戏 你看今天上涨的加数达到了3800多家 下跌的只有800多家 那么就主要的来讲 大盘还没涨那么多 那么就是大盘古现在主动性压盘吗 权重指标国 但是权重指标股现在里面也有不听邪的啊 也有在这出现上涨的 虽然上涨的并不多 但最起码能表示 有一些呢也在做明后天的一个准备 你假如说今天这些大盘权重指标股都出现一个普跌 那明天他们要出现上涨呢 而这两天小盘古包括今天下午很多医药股还出现了冲高回落呢 对吧 那么这就证明明天假如要是那些股回撤的话 大盘古补上 这个就叫风格或者叫结构性的轮动 好了在这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 现在大盘呢不光是权重股分化 内部呢也在分化 那么就连现在场外资金 现在观望的也出现了松动 上午进来不老少 但是下午呢给人又停摆不往里冲了 他们正在看这个家伙 北上资金 今天北上资金全天净流出44个亿 上午的时候只流出17个亿 你瞧瞧今天涨的这么多股 3800多只 下跌的只有800只 那为什么北上资金还净流出呢 这个就是我强调的问题 第二个分化是一个事儿 但是北上资金净流出又是一件事儿 那么北上资金他们为什么会流出 他们有人在想啊 由于他的流出呢 才体现了他们内部之间的 也有一定的分化 所以他想把这个减下来加那个 这个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这里面我们推演出来 他们也在为为为下周的畅长 可能再多腾一个空间 何比他们摆过去 他们持有仓位比较重的呢 现在这些个浓眉大眼的大白马 正在往下慢慢的减持 然后呢去干那些成长股 说一个道理啊 在19年上涨那一波 那一波上涨是大周期的 还有这些顺周期的 比方说银行啊 还有这些个大权重 他们一波上涨 把大盘先带动起来了 然后是跟风盘 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这个位置啊 通过往前查 我们不难发现 这就叫复盘 那么复盘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往往在大盘出现一个 强力上涨的时候 都会有一条主线 那么在几年前的主线是什么 来大家跟着我到这看着了 这就到了 什么地方 就这吗 就这一波上涨 瞧见没 这一波上涨 把光标放到这 2020年后期 也就是19年之后 19年之后 这一波上涨 大家瞧 就是5月份这一波上涨 那么这一波可都是大白马干的 我刚才倒了这么长时间 咱们翻就翻到这个位置 看不看呢 这一顿大上涨 把大盘拽上去了 然后大盘 大盘骨横盘 或者是大盘骨给这小肖的调整 个股在涨 听到没 这个就是个观念 就是大盘骨先涨 横盘 但是这一段啊 我指的就是这一段 小盘骨可鸡犬升天呢 那么尤其到后一段的时候 是小盘骨上涨 大盘骨呢 没跟风 所以小盘骨又鸡犬升天一次 小盘骨在19年之后 20年之后涨了两波 大盘骨只涨一波 那么我们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现在 现在是不是又要回到那个之前 那么现在大盘骨又要先动一波 你看现在大盘骨都在叙事 是不是要未来动一波呢 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只能想通过北上资金 这几天的反常反应 上周的时候 它就是进入出状态 大盘涨 它也是往处流出 那么能不能说 这个风格在切换 风格怎么切换呢 是由高向低切换吗 不对呀 我们看着这个风格 现在好像是大盘骨要往处宅 现在是小盘骨要火爆 这个有可能就像 2020年和2021年以后 那一波上涨 纯属都是小盘骨成长骨的天下 所以在这呢 我们不禁要想 我们手中的品种 应该怎么样的搭配 好了 重点是 今天大盘现在在这出现了上涨 而且昨天这个位置啊 我不都已经加仓了吗 那么今天又加仓了5% 加的是什么 白酒ETF 大家也可以看 说崩如尼克增长干 那么今天白酒 看今天白开水 白酒是不是主跌的 那我就看他 为什么 不追高啊 咱韭菜才能变镰刀 这不是是个座右鸣吗 我们得做到之前合一 那么大盘在这种期限 看到没 就是在这个圆圈期内 咱们已经给定了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加仓的点 上车勉强吗 但也是加仓了 加就加了 那么之前一波在哪 之前一波在这 大家要瞧 这个就是四月末嘛 加完之后 大盘一路向上 涨了500点 那么本轮现在又到了一个 加仓位置 不管怎么样 股邦已经又加了5%的 白酒ETF 那么现在我的总仓位 已经达到了70% 不但是这样啊 你看看我的品种 白酒ETF 还有昨天我们加的 房地产ETF 我还有证券ETF 食品颜料 和教育ETF 这是ETF5个 然后我还有一个 呃 原游戏 原宇宙 和这个 反电池 一共是7个品种 那么明天呢 咱们在这 要是给机会 我还继续上 因为现在 我已经拍厂外资金 往厂内调了 就把更多的钱 调到股市 一个家庭资产呢 讲究的是一个财产配置 资产配置的时候 很多的钱 咱们要配置到一些个 比方说雇收类的 或者是定投啊 就是干到这些 一些还有三分之一左右吧 这是 别人啥习惯 我不知道啊 我呢是20% 大概是这样 放到股市 这样来讲呢 才能做到 我们进可攻退可守 假如股市大涨呢 我这边 把它仓位加大一点 对吧 股市不好的时候 我仓位小 然后呢 多配置一些固收产品 好了 这个是股邦分享给大家的一个 叫投资理财的 我们这么一个主策略 先得从资产配置 再到现在的资本市场 那么现在我把更多的资金 往里掉了 目的是什么 这不就是迎接今年的 这一波吃饭行情吗 今年大盘都跌了 17%点多 现在这涨了一点啊 17点多 没涨的时候呢 跌到了将近1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从这一路向下跌的 大基金 还有大主力 还有这些大公募 现在都亏着钱呢 那么他们是市场的中间力量 每次再差的一年啊 都会有一大波 给他们的持有行情 就让他们得赚钱 最起码不能把他们都套里面 那都套里就没人玩了 所以在这呢 咱们总结一句 来跟着我这笔细细的看啊 现在第一我加仓 而且现在到了70%的仓位 大家明白就行 每次都是帮股帮啊 人朋友问我说帮主 你怎么总是在下面 变得仓位这么重 一到山岗上 你跑的那么快 比兔子还快 就20%多仓位 是啊 到这的时候 看不看这有根绿色线 这个位置就在绿色线这一天呢 我们减的仓吗 减的仓位剩26%吗 然后一点点下来了 到这又加了一笔 但是加了是百分之 就是加了一些之后 挨打了 但是这个来回做T加零呢 又回来了 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又到了这样一个建仓期 是不是啊 所以股帮的 我的仓位在中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这是第一点啊 来我们再看这个 今天的热度值是83度 而且市场上 现在3800值上涨 并且热度还有市场 频繁的在推新的热度 你比方说军工 行业 包括我们最关心的 就这些个数字经济类的 你像教育类的 软件类的 电器仪表类的 但是电器仪表类的呢 跟这些还不太搭 他们是什么呢 也是我最关注的 明天假如这个位置 还能有 还能有一个机会的话 那么像半导体 元器件 尤其是这个元器件当中 就包括电路啊 还有这些基础设施 跟着咱们现在工业基础发展有关的 也就是跟实体经济有关的东西 我再往这方面步 往往这方面 他们要是上涨的时候啊 他们不像那些大白马 他们动的慢 就这些东西 各种资金都愿意炒 所以在此前的时候 像电器仪表 还有半导体芯片 他们涨了一大部分 但这次呢 是不是芯片 是不是半导体 不知道 不过这次呢 我盯上的是元器件类的啊 我已经盯上它了 那好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 像芯片呢 产业链 还有国产元件 这些东西都提前动了 还有北上资金 净流出 净流出就证明 他们准备把资金倒出来 然后可能是在下个礼拜开始 他们要开始往上顶了 顶的时候呢 那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也在密切关注 北上资金 能不能由负转正 就是由净流出变成净流入 剩下就是这个 大盘权重指标股 这个里头有好多东西啊 他们现在出现分化 目的就是一个轮动上涨 如果现在他们今天 要不是大白马 你比方毛指数 宁祖和 还有这些个新能源 旧能源 他们要是今天都出现上涨 那大盘今天就坏菜了 就上涨的特别多 古邦听过昨天周日 中午策略会的时候就懂 我们本周啊 大盘 尤其每一天 不要出现大起大落 这个是最好的 这样来讲呢 一个稳字当头的情况下 我们给他慢慢度过到下周 那么到下周的时候 大家都懂什么都过去了 那么我们在这往起干 也就没毛病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备赞 也正在加仓 好 那再看 成交量是8070多亿 比这个上周五缩小了一点 上周五的时候呢 是8200多亿 但是今天的缩小呢 上午并没缩小 主要是下午 下午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医药股现在出现了冲高回落 这个就是二次分化 那么就是他们现在长得多了 来我们看医药股啊 以医药为代表的这些东西呢 现在他们出现了一个回调 但是这个回调 我们现在一般的啊 先不要怕 不过呢 在这以医疗为界 我们现在看 你看医疗可不错 回调的是啥呀 回调是医药 以医药这些东西 他们出现了 看到没 冲高回落 瞧见没 我们再放大一点下 这不是冲高回落吗 还有的这里面的个股 还出现了早餐 或者上午的时候 冲击涨停板 现在又打到了一个 几乎要零轴 冲高回落 所以在这我们能看出来 还是分化 轮动 就这么一个格局 在此之上 我们现在要做的操作 就几个 首先是左侧交易的 现在呢 已经过去时 我们现在都要右侧交易了 右侧交易讲究的是 啥猛 啥快 买啥 那么也得会做相应的T加零 就是第二天 如果冲高的时候 咱们呢 要值得往下减一减 因为他要是回答的话 速度会很快 这个是右侧交易的法门 为什么他持续性差 不就是资金不跟进吗 你看今天下午 资金量没有有效 再次放大 所以医药股冲高回落 就是资金量跟不上 而现在市场热点又起来了 很多夜点出来的时候 就证明资金量不够了 大家要明白这个关系 大盘上涨需要量推动 那么热点一多了 资金量跟不上 自然就会有的在回落 那么还是有的在上涨 这个就叫轮动 所以今天我加仓的呢 是9 那么在这 我现在又盯上了 这个元气价 所以大家看啊 热点不断的时候 我们现在重点的 今天晚间重点看什么 今天重点看呢 是国内从三点半 到晚上十点之间 会发出哪些相应的利好消息 那样 它就会出现一个更新的板块 那么明天或者是后天 它就会有这个新热点出现 第一啊 市场得有热点 有热点资金追捧 有资金追捧 放量 那么大盘能延续上涨 第二点我们看什么 看外盘的动向 隔夜外盘 美股啊 欧洲啊 他们那边可能要起腰额子 在起腰额的时候 我们也得看看 咱们中概股是什么走势 好了 我现在就说到这 更多的话呢 古邦明天早间我们有早播报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下关注 更多的话 我们明天早播报 或把咱们三点半到十点钟 晚上这期间的消息 做一个梳理 然后把外盘的一个动向 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用早播报的形式 呈现给大家 朋友们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 我们明天早播报